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去学习这个条件分支结构的时候 我们也给大家去说过啊 就最后的时候 我们也是去学完这个简单的这个条件判断 简单的这个什么条件分支 多种分支以后 我们也去讲了这个 关于异附选拳结构的这个签套的这个问题 对吧 那同时啊 那么在学完循环结构以后 那循环的话 它也是可以怎么着 相互进行签套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二种循环啊 或者叫做什么 双种循环 那实际上在过程中啊 编程的一个过程中的话 那这个双种循环 或二种循环的话 它的一个使用的比率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同样我们还是去通过一个问题啊 来去帮大家啊 去认识这个双种循环 应该怎么去用啊 或者说 签套的这个循环 应该怎么去实现啊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说有三个班级啊 每个班级的话 各四名学员去参加比赛啊 如何的话 去计算每个班级啊 参赛学员的这个平均分 好了 我们看下右边的这个图示啊 那看 在图示上 我们可以看到啊 首先去输入的是第一个班级的成绩 那么输完第一个班级成绩以后 我们需要对这四位学员的成绩的话 来进行一个什么 平均分的计算 然后的话 是第二个班级的 第三个班级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就第一有班级 那班级下边的话 依然会有这个学生啊 所以这个循环的话 我们再去实现的时候啊 就和我们之前的时候去使用单个的 让循环就不太一样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既要去兼顾班级的一个循环啊 接收数据对吧 又要去兼顾每个班级下边的这四位学员的 它的一个什么成绩的一个输入啊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个什么 双种循环 一种千道循环的这种方式 来去实现什么 这个势力的一个制作啊 好了 所以说我们得出这个结论 我们可以去通过外层循环 控制班级数目的这种方式啊 来去实现对班级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输出啊 一个这样区分 然后那么在那层循环中的话 我们可以去什么 去通过哎 控制它的什么 每一个班级的学员的数目啊 来去实现这个什么 数据的一个接收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时候啊 我们去使用这个双种循环啊 也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下边时候呢 我们去通过一个事例啊 来教大家如何去实现什么 实现这个啊 双种循环啊 去解决班级啊 各个班级的 学中的什么 平均数的计算啊 好 我们还是去创建出一个新的事例来啊 叫example啊 example12对吧 来 D-12 好了 使用 来叫做什么 迁套循环对吧 我们叫迁套啊 迁套循环 来解决 来各班级的 学生啊 平均分 平均分的计算 好了 那刚才的时候呢 我们去经过分析之后得到啊 就说我们可以去 首先写个循环来去控制它班级的数目 对吧 OK 那下边时候呢 我们去写一个for啊 一共是三个班级 对吧 那就是index啊 或者我们这样把我写个i啊 因什么呢 因range啊 三个班级就是一 动号四对吧 生成这样的序列啊 好了 那么每一个每次循环的时候呢 我们说啊 就是这个循环 每次在循环的时候呢 就是呃 表示的是什么 是一个班级 对吧 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呃 打印句话啊 打印 来printer 对吧 哎 请输入啊 请输入什么 第第2个班级的 来大括号啊 写个i 对吧 f啊 OK 各班级的成绩 OK 这个里写完它以后 那实际上我们说啊 来看一下这个 我在循环完以后 你看在空间上 我们就可以打印出 第1个班级 第2个班级 第3个班级 对吧 的成绩 那么好了 那么在 也就是说每一次 呃 在循环的一次啊 就是外外层循环 就是说 班级的这个什么 控制班级数目的这个循环 我们只需要去循环一次的话 就是一个班级的 对吧 好了 那么在一个班级 输完以后 那么我们紧接着就要去 对这个班级下边的什么 四个学员的成绩 来去计算这个 录入和这个什么 计算这个平均分 啊 所以说在这个下边手上画 来看一下 我们去通过一个 负循环啊 啊在里面签到一个封销的那种方式啊 你后边这个4 哎 G 因什么 因这个range啊 每一个班级的话 有四个学员 那就是一度号 5 对吧 好 然后在下边的时候的话 同样啊 我们去实践这个什么 实践这个学员的一个成绩的一个接收 score等于int括号啊 input 请输入 D还是大括号啊 格式化自乎传对吧 D多个呢 DG啊 G位学员对吧 为学生啊 学生的成绩啊 冒号啊 这样的话呢 你看一下 也就是说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话 外层循环的话 循环一次 那么对应的我们这个什么这个内层循环的话就要去循环一轮啊 就循环这个什么循环一遍 对吧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对它进行什么进行一个分数接收 结束完以后的话我们要去对它进行丘平均分对吧 那么丘平均分的话 那你就不能在最外边去定义了啊 因为每一个班级的话都会有他自己这个班级总分和平均分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变量啊 应该在哪写 在这个地方去写啊 这就是在外层循环的里边在内层循环的外边去写啊 保存本班级的什么本班级啊 本班级的总分数对吧 总分数啊 OK我们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 你比如说我们叫SUM啊 就还是什么用SUM啊 等于多少零 数字化的时候都得都得零啊 而且我并且我都要去这样去写啊 因为你第一次循环的时候是第一个班级的 然后第一个班级你在去用循环完以后的话 然后计算完平均分以后 那么进入到下就外层循环 进入到下一次循环的时候 我们同样要把第一个班级的分数都清容掉 然后再来去进行什么 第二个班级的学生的什么这个分数的一个累计啊 好了在这接收完以后 那么下边说呢 我们去进行一个什么分数的累计 累计 累计本班级的分数啊总分数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写SUM啊 加等于多少score 还占了一个值啊 把它加起来 加完它以后 那么接着啊 等到循环啊 这个内层循环完了 比如本班级的所有的学生的成绩啊 接收并且累计完以后 那么接着我们要去对它啊 进行一个什么进行一个 哎 平均分的计算啊 好计算本班级的啊 本班级的平均分平均分啊 平均分啊 那平均分啊 怎么计算啊 我们写个average对吧 等于什么 等于SUM干什么呢 去除以啊 当前的这个什么 这个每个班级的话是四位学员对吧 那我们就除以四啊 得到这样的值 并且的话 在下边我们去实现一个输出啊 你后边第还是啊 第多少个班级呢 来 可是我把字幕传啊 第2个班级对吧 第2个班级啊 不是G啊 G的话是控制的是什么 是它的一个学生啊 学生的数量对吧 那么I的话呢 是我们对我们这个班级啊 所以我们在第个位置的话 第 个班级的平均分 是是多少呢 在后边我们去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average 好了 那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你看 当我们的I等于1的时候 那就第一个班级 那么下边这个的话 循环 来看一下 就要去循环一遍 对吧 那么等到外层循环I的值变成2了 那就是我们对第2个班级 来进行什么 实际的平均分计算 好了 所以反正你看 通过我们去计算各班级的 学院的平均分的这样的案例啊 来去实现了一个什么 实现了一个 这个二种循环 也就是说千道循环的一个使用啊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只是想告诉大家啊 告诉大家什么呢 在我们去使用循环的过程中啊 循环也是可以相互牵套的啊 也是可以相互牵套的啊 你可以在负循环中去牵套什么负循环 当然了你也可以在什么负循环中去牵套一个外循环啊 这个的话都是可以都是允许的啊 好了 那下边时候呢 我们去运行一下当下这个程序啊 看一下啊 你看下请输入第1个班级的成绩啊 那你看 请输入第1位学员的成绩 那你后面是八十分 九十一百六十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个位置的话出问题了啊 出什么问题啊 你看啊 这个地方 我们再去实现这个平均分计算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字符串的话 是没有办法对一个 这个float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什么 这个小数的话进平均对吧 这是个数十五啊 好 OK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去加一个中框 把这个变量直接去放进去啊 因为这是我们去输出的格式化奏论对吧 好了 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重新的去什么去运行啊 好了 你比如说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啊 你看这是第1个班级的 那同样 你看第1个班级的平均分的话 我们就计算出来了 然后紧接着就是进行什么 第2个班级的 那你好比同样 我们还是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回车 第2个班级的话也是平均分也是八如对吧 好 你以后边 十一 二十二 三十三 四十四 好了 那这个的话呢 你看 你还记录完这个第三个班级的话 也同样可以去计算这个时候平均分 好了 这是我们去通过一个双种循环啊 来去解决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啊 实际的问题 好了 那下边说我们同样还是去加上一个断点啊 来让大家去看一下啊 它到底是应该如何去进行运行的啊 这一个流程是怎样的 好 那加上断点之后呢 我们启动调试 来 启动调试啊 进来以后 那你看啊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去点这个什么单步运行 对吧 走 这是I等一 那就是第一个班级的 对吧 SUM等一零啊 然后呢 变成八十 对吧 好 再走 再走 走完之后的话 再往下走啊 再来去写 你后面九十 好 然后的话 再进行累计一百七 进行第三次循环 好 然后呢 这个循环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们输入个十亿 对吧 然后呢 紧接着啊 往下走 你看一百八十亿 进入到第四次循环 好 一死累推 那你最后的这个数据的话 你比如说我输入一个一百 来回撤 然后呢 也去进行累计 累计完之后呢 然后是二百八十亿 然后呢 进入到第五次循环 那第五次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说 一共是生成一个四 对吧 一到四 所以没有五的话 没有五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就开始去计算什么 它的平均分啊 计算平均分以后 得出的一个答案是70.25 然后最后的时候 要去进行输出 好 输出完以后 不要忘了 你看像爱的值 刚才的时候 我们是等一 那么进入到下一次循环的时候 爱的值就变成二了 那就是输入我们说 第二个半级的 第二个半级 你看 刚才的时候 等于二百八十亿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清零 如果你不清零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在二百八十亿的这个基础上 接着去什么 接着去累积 这样的话 我们计算出来的平均分就不对了 好 然后再往上走 你看SUM等于零了 第二个半级的人数开始 你看第一次循环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去输入0.11 然后呢 累积 进入到第二次循环 以此类推 好了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去通过 代码调试这种方式啊 来去给大家演示 这个双重循环 是如何进行运行的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得入一个结论 对吧 结论就是 就是外层 外层 循环 哎 干什么呢 循环一次 内层循环 循环的话 干什么呢 循环 内层循环啊 循环什么 循环一遍 那循环一遍 啊 OK 这是我们得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结论啊 所以大家呢 应该去清楚啊 它的一个制定的过程 一些对方的意思 出积的 来吧 好